三个小朋友在岛上开心玩耍 这里是位于南韩中期南岛的陆岛 人离成销看似无忧无虑 却隐藏着南韩整个国家 再也无法视而不见的人口危机 南韩真的会成为 全世界第一个消失的国家吗 这话看似为岩手梯 却逐渐变成现实 陆岛这个小村庄 正是代表南韩人口危机的缩影 这里距离首尔达杜伦 得要75分钟 岛上只有一百个居民 唯一一间学校也只有三个学生 好啊 谢谢 你好 感谢 谢谢 今年十岁的灿溪小朋友 有两个妹妹 这天她和大妹还有唯一一个同学 三个人一起上学去 这间学校之前因为岛上根本没小孩 废校长达十一年 因为他们2017年才重新复校 天西开心地说着陆岛的好 但她还是有个烦恼 这里学生太少 想交朋友都不容易 趣味着玩 吃的时候 有朋友就会比较好 因此 зн西和两个妹妹 平常最长和村子里 66岁的金爷爷玩在一起 每次吃的食物都叫做 每次吃的食物都叫做 真的嗎 真的嗎 不是說謊 他跟他一起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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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爺爺在島上活了大半輩子 過去這裡的學校也曾人生鼎沸 他翻著照片回憶過去 想起2006年廢校那一天 還是忍不住悲從中來 現在島上終於又有 孩子們的笑聲 但未來又如何呢 他的擔心不是沒道理 路島的困境也反映整個 南韓社會的人口危機 生育率下降高齡化嚴重 2020年南韓新生兒首度跌破30萬人 死亡人數則是增加約30萬8千人 出現死亡交叉 死亡人口首度超越出生人口 宣告南韓正式邁入人口負成長 再加上出生率不斷探心低 2020年南韓的總和生育率降到0.84人 這個數字代表平均每位南韓女性 一輩子預計生不到一個小孩 生育率之低在世界銀行 180個會員國當中墊底 甚至遠遠落後 美國的1.73和日本的1.42 如果拿今日大學生數量來比較 2020年南韓大學生共有48萬多人 但同一年新生兒數量只有27萬多人 大約是大學生人數的一半左右 這代表20年後 有一半的大學都將面臨面校命運 更慌論整個社會 12,000萬州人數 大約是大約的社會 32年前的千萬名下了 第7期生育率的那些股率 高中生育率更嚴重 首都首爾也不斷走 首爾曾經締造所謂 漢江奇蹟 1988年舉辦奧運 人口正式突破千萬人 被稱為千萬首爾 想不到溫違32年 首爾人口竟然也跌破千萬 只剩991萬1千多人 一年之内就缩水多达十万人 韩俊里女主角这段话显示呈现了许多现代男女内心真正的想法 当结婚成为选择生子也不再是必经之路 不少人宁可不婚 有人是选择不婚 但也有人是想婚不敢婚 在这地狱朝鲜中买不起房养不起孩 都是结不了婚的理由 最早就要带着 如果不带着的话 不带着的话 其实浴室的货币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认为职业务联系 但是在职业务联系 并且在职业务联系 其实在身边有很多问题 但不婚和不生 真的就是人口负成长的原罪吗 就算结婚率提高 也不见得和生育率画上等号 鼓励生产当然也不会是唯一解放 过去南韩曾经提出 不少鼓励生育的补助 但不是遭到滥用就是不见成效 尤其在南韩社会 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平等观念 女性结婚后得辞职雇小孩 社会对未婚生子眼光不友善等等 各种原因都导致生育率难以提升 少子化问题涉及的层面 绝不只有结婚生子 长照 医疗 教育 劳动等 各方面环环相扣都得改革 还牵动整个社会结构 台湾也是如此 否则如今一被点名 可能消失的是南韩 下一个或许就是你我身处的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